武警發先生一點掌聲鼓勵 被他歡迎他來到現場 感謝 感謝 我們今天的主辦人這個北野舞 今天日本的北野舞導演是我欣賞的導演 那各位鄉親大家 安安 安安 平安 今天我來台北其實是對高雄來台北是來開會的 來做重要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在台北不是要做重要 是要將南部的陽光和希望 和各位來分享 台灣人對土地的愛和希望 無人好賺款 可以幫我剝奪 你說是不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這次的伯伯水災 南部造成非常大的商海 其中一個秘倉的 都像高雄館 架原鄉的修拿村 這個村 整個被土石流淹沒等於是滅村 差不多五百多人的村 最後活下來的人是五十一個人 五十一個人 五十一個人裡面活下來的小朋友 是十個小朋友 那麼這個村 那麼這個村 台北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他們是屬於貧圃族 貧圃族的大五龍族 那麼這個民族呢是非常悲劇的民族 他們在清調的時候 是躲到台北灣 就是安平那一帶 他是台灣最早的主人 台灣的名字台北灣 就是對他們那來的 那清調的時候 因為漢銀越來越多 他這個眾呢被逼 一個退到台南縣的山邊去 就是到的 玉瑞 玉瑾鄉 台南玉瑾鄉 那麼他們分成三個社 上面的這台南的鹿陶陽 是頭社 那麼第二個社 就今天台南的玉瑾鄉 那麼中間有一個社 叫做交八年社 交八年 你要聽過嗎 後來一久時代 發生了結賓的事件 發生了交八年事件 就是這個族起來結賓啦 所以他們有兩千多個族人呢 被殺死了九百多個人 剩下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 那日本人要強迫牽村 一步呢 族就牽了今天的 無理鋪 賈仙的無理鋪 但是日本人要靜置 把他們強迫牽到小林河床裡面 最後導致今天的滅祖的命運 這就是台灣人最傷心的 台灣故事裡面的 混沌雙漆劍 但是這個滅春的事件發生 就是對馬營救政府的時代來發生 這是不是大味覺 我為什麽會很憤怒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村啊 是我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的時候 在做田野研究的所在 他米一村 米一街回來我都識山 都去大過 現在回到那個地方 我剛剛站在那個地方已經是平地 所有我認識的老人家都埋在土地下 你過來相信我就信用了 所以台北的朋友 綠色道丁之友會 大家就發起了把那些 五十一個剩下來的十幾個小朋友 這是這個種族最後的種子 我們認養他 我們認養他 我們募了一千多萬的款 然後從今天決議 從下個月開始 每個月給他們五千塊的今天 一直到他們變成大學生 博士班 到他們長大成人為止 希望這個種子能夠承系這個種族 最後的命脈和香火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這個行動 那麼今天我們會覺得憤怒的是 這個村莊發生事情的時候 那個村長打電話 一共打了三十六個小時 才有把電話接通 他第一個小時 就打到119已經接到了 還在一直問他說 你們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什麼 啊你們講什麼什麼 搞了三十六個小時才搞清楚 然後這個村莊的旁邊 二十分鐘的距離裡面 就是我們國軍的第八軍團 八軍團到那個地方只要二十分鐘 但是八軍團的司令沒有得到中央政府 任何的命令 所以他們不敢沒有半個人出發 軍隊去救老百姓還要等命令嗎 要嗎 軍隊不能夠和老百姓在一起 這個軍隊能打仗嗎 這個就是王八丹政府下來的東西嘛 對不對 對 他假如在二十分鐘內到達的話 哪裡像郭冠英講的說只是去挖屍體呢 因為那個山是這樣出了來 很多房子還有很多人是 跑到陽台上去等著救 結果你知道我們的軍隊到第幾天才進到現場嗎 第四天才到現場 但是第三天的時候 CNN的女記者已經翻山越嶺到了小林村 這個鏡頭已經透過CNN已經到美國了 我們的軍隊才去救人家 你說我會不會感到憤怒這個無能的政府 這個無能的政府到底還要讓他幹到多久 他不是一個禍國殃民的政府嗎 我今天站在這裡不是煽動各位 我是替那個496個冤魂來這裡講話 老實說 我本來就要刮高鐵的飛車回去 但是林改一來說沒有來支援你們是民調的 這就是這群496條的冤魂 叫我來這裡和你們講話的 這496條的冤魂叫我來拜託你們 幫忙他們的下一代活下去 讓這個種族延續下去 讓台灣不要變成一個滅人種族 佔人家產 使得人家種族沒有辦法活下去的地方 好不好 好 馬英九不幹的事情我們來幹好不好 好 讓這一下一代還原他的種族 不要在台灣滅絕好不好 好 好 一個政府可以一年可以花個一兩億養兩隻貓熊 他沒有勇氣花兩億每年來養一個快要滅絕的種族 這是有道德的政府嗎 有能力的政府嗎 一個台灣原來的主人 大五龍族 大五龍族一個民族的滅絕 比不上兩隻熊貓嗎 台北的朋友大家 門心想一想 一個種族活在這裡幾千年的種族 我們那養貓熊的錢 是不是應該撥過來 讓這個民族活下去 讓這個民族延續下去 對不對 這是我們做人的基本良知啦 我講完了我要坐高鐵回去 明天高雄也有一場演講 歡迎大家到高雄來 我今天帶來高雄的訊息 也帶來高雄的憤怒 也帶來高雄的希望和各位分享 多謝你們今天站出來 謝謝你們 謝謝